三日后就设宴啊 这未免也太匆忙了吧 子晟说了 所有的事物交给她就可 咱们不需要操心 我们只需要给她一个 宴请宾客的名单 她去你庆典来便可 娘娘 定青怎能如此草率呢 眼下离设宴不过两日有余 可双方父母却还未曾见面 其他事情更是无法筹备啊 汤子 这些子善都已经考虑过了 她说了 所有的婚事筹备 都听我们陈家的 不必管其他人 可曾想这个林不宜 是如此草率之人 行事也如此不谨慎 女君 两位女公子 承阳和夫人到访 她来做什么 当日装病不肯下聘 咱们家去她也不肯见 如今到亲自登门 连房 带女公子回屋换件衣裳 去酒追堂迎客 是 少商 果然生得标致 让人一见便心生欢喜 怪不得子盛这般急于娶你 上次没来下聘 都怪我这身子不争气 这次岂能错过 禅阳侯夫人倒是健忘 我们之前在汝阳王府见过的 当时你还为王娘子要 责罚我来着 再说 我们子圣年岁不小了 现在娶妻 怎就着急了 对 夫人不是子圣的亲身阿母 许是忘记她生辰了 少商 许是听子圣 说了些对我的怨言 心有不满吧 不过往事已矣 就算你们不愿理睬我 还能不认侯爷吗 子圣碍于君皇阿子在 软不下身段来 可不得由我这等妇人 先走一步吗 程阳侯夫人的消息 可真够灵通的 我身为少商的阿母 方才知晓 三日后二人定亲之事 你倒是迅速得很 只要我心在子圣身上 她有何事 我能不知道呀 夫人 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请问 夫人是何时寡具到凌驾的 是霍夫人嫁去之前 还是之后 妾身命远不济 前夫亡故之后 无处可去 只好投奔姨母家 幸有君皇阿子照复 那就是婚后啊 听闻当年程阳侯夫人 和霍夫人相处甚邪 轻辱姊妹 夫人服侍左右 无有不体贴 我却与阿子相处甚为和睦 所以才自愿洗手做羹汤 适逢外兄与阿子 但不知为何 君皇阿子竟不肯容我 非要我性命 大约是霍夫人喜欢睡大床 不愿与你挤在一处 往事不提为妙 我此番前来 特是为了三日后的婚事 商议如何操办 对了 我还给少商带了些薄礼 这两位婢子 是我花十万钱从南方买来 歌舞刨除样样精通 今后就留在府上 将来好伺候你和子盛 承阳侯夫人当真是有趣 如今 我连子身的床态还不曾摸到 现在就送来两位美貌的侍女 分去我未来郎序的床态 怎么 我要谢谢你啊 你这小女娘 怎能如此满口无言晦语啊 夫人觉得这是污秽之言 这世上有人能做污秽之事 却听不得污秽之言 哪有这样的道理 程少少 你竟敢如此当面羞辱我 我可曾得罪于你 你们程家 就是这般待客的 程阳侯夫人 此生是我们家未来的郎序 程家自然与他站在一处 夫人与其在我家迂回试探 不如去寻子圣啊 若他肯来个往事已矣 那么我等自会将你奉若贵宾 否则 我们也绝不会逆子圣之意行事 阿母说得对 这句都是我心中所言 去灵侯夫人 你可知已近日少少所言 大可知他可不孝之罪 夫人若出门传阳出去 我家也是断断不会认的 我家将军 虽不比程阳侯从龙得早 但是在都城的武将中 也有几分剥免 连圣上和皇后 都对我家少少称赞不已 实时赏赐 我就在想 这个都城中会有谁 能信夫人的话 好 好好好 我今天算是认识你们了 程少少 你既然不肯认我这个军姑 那我看过几日这定亲宴 也就罢了吧 你休想进我们灵家的门 我们走 青葱 送客 不必送了 我可做不起你们家的贵宾 娘娘 今日你为何不断激怒淳于氏 她虽不是此生的亲生母亲 终究有名分在 哪怕不来往 也总会相见 你说你 你怎么如此任性 也不怕为家中惹麻烦 阿母 我昨日见了霍夫人 若不是她 子圣母子为何会如此痛苦 我这人 最讨厌夺人所爱着 与这种人虚异为你 我当真是做不来 可是女公子 若定亲宴 她当真拦着你 不让你进门 岂不是笑话 这哪有待下女娘 被拦在门外的 你等着看吧 届时 谁进不了谁的门 那还说不定呢 今日不是凌将军 与城市的定亲宴吗 怎么不见宾客呀 长阳侯夫人弄错了 今日宴会不在少主宫府上 而在曲陵侯府 自生又不是入赘 定亲宴怎么弄到程家去了 这么大的事 为何没有人告知我 我也在想 如此大事 怎会没人告知长阳侯夫人 走 去曲陵侯府 我家少主公吩咐过 今日曲陵侯府宾客 悉数出世请帖 若无请帖 任何人不得入内 程阳侯夫人还是别去 一面白跑一趟 给我请帖 请帖 我已经发完了 这该请的 我可是一家也没落下 想让全都城的人看我笑话 今日无我 这婚也想定成 帝离 我可是我才能带来 百多诚 有了 擅长